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 就是關於高齡駕駛的一個議題 最近南投的這個 集集藍河宴上面 發生了一件高齡駕駛逆向 然後導致另外一位富人 騎車被撞擊身亡的事故 那這樣的一個事故 又讓大家再一次的探討了 台灣高齡駕駛者的一個管控議題 可是本次的影片 想跟大家討論的就是 高齡駕駛的議題 其實是一個系統性交通暴力的延伸 他們是環環相扣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我們可以回推到台灣 早在美國援助的時期 交通的這個部分 就決定走向了大公路的主義 台灣明明是一個地下人稠的小島 可是我們的道路卻非常的寬敞 甚至寬敞到連人行道 都可以犧牲掉 這也造就台灣幾乎家家戶戶 都有個人的代步載具 不管是機車還是汽車等等的 有些家庭甚至是擁有 複數的這一種載具 哪怕他們是生長在地下人稠的 市中心都會區 他們依然是需要這樣的一個代步載具 才有辦法方便的出門 因為在以車為本的開發之下 台灣的各項大眾運輸跟行人設施 非常的不完善 基本上你只要出了雙北或是直轄市 你就不能享受到一個便捷的 一個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像是捷運、軌道運輸等等的 以我自己所居住的桃園來講 也是這幾年才開始有捷運 而且路線還不是這麼的完善 公車更是不用講 路線的普及率跟班次的密集度 跟台北市是完全不能比的 這也造就了許多居住在 比較鄉鎮地方的這些老年人 他們要出門的時候 無法去期待使用大眾運輸 因為他們所在的地方 可能公車兩個小時才一班 三個小時才一班 或者是他們在外面採買物品 去市場買東西 買完東西之後 一整天都沒有公車可以搭 要等到明天才可以回家了 這樣的一個不方便 也造就了這些老爺爺、老奶奶他們 寧願騎車出門或是寧願開車出門 可能只要花他半個小時的時間 就可以到達他所要去的目的地 而不用花費一兩個小時來等公車 那這樣的一個環環相扣之下 也造成了台灣的這些高齡駕駛者居高不下 雖然台灣有提出高齡駕駛者的淘汰機制 但是以目前輿論、名義跟現實的情況來講 這些淘汰機制 基本上就是流於行事 甚至有些高齡駕駛 他們已經被淘汰為不私人駕駛之後 他們依然是繼續拿起車駕駛 騎車出門、開車出門 因為對於這些老年人來講 他們如果沒有辦法騎車出門、開車出門的話 基本上他們就無法好好的過一個正常的生活 所以說情勢所逼之下 他們也必須這樣子才有辦法生活下去 甚至有些老年人 他們的行動能力可能已經受損了 可能他們有中風或是有其他的影集 導致他們已經沒有辦法正常的開車騎車 他們就會透過各種變相的方式 來讓自己有私有的載具可以出門 不管是大家常在路上看到的 電動輔助車、電動輪椅等等 這些都是高齡駕駛者在無法駕車之後 他們所做的一個變通方式 這些東西因為他們本來的設計 就是一個電動輔具 應該是要在人行道上面來做一個行駛的 結果因為今天台灣的這些道路 因為沒有人行設施的關係 所以變成說這些高齡駕駛者 在駕駛這些電動輔具的時候 只能在車道上面行駛 然後他們不見得對於車道的規劃 這些有這麼好的認知 就會變成大家所看到的這個 移動式的神主牌的狀況出現在 在各大的道路之中 那這樣子一個環環環環相扣的 這個情況要怎麼解決呢 其實就是要從根本做起 也就是從交通部的這個根本中央 甚至是要提高到行政院的層級去 把台灣的這個車本主義給扭轉 開始變成一個人本交通 還有就是要強制透過逐步性的規劃跟配套 把行人設施給做完善 今天很多高齡駕駛者啊 你去訪問他們 他們通常的這個代步距離 都不會超過5公里 也就是說他們是在住家周邊 去做一個採買或是做一個 生活必需品的補給 他們並不是一個跨縣市 跨鄉鎮的移動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政府有一個完善的行人設施 他們就算用電動輔具出門呢 也是走在人行道上面 而不會走在車道上面 與車爭道 那另外一個點就是 當今天呢 有這樣的一個完善的步行設施 或是休閉設施的時候呢 對於這些高齡者來講 他們可能就會覺得說 他們當做健身、健行或是運動 他們走路的意願也會比較高 那還有一個點就是 當今天呢 從車本主義變成人本主義的時候 在他們採買的周邊地區啊 會有很方便的步行空間 但是卻不會有很便利的停車空間 那這個呢 也會間接的讓這些人 他們比較願意換一個方式來出門 當然這個是理想值 就台灣目前各地區的情況 還有高齡者的身體狀況來講 這個都還有一段路要去實踐 而且呢 這個也要有很強力的公共運輸 來做一個配套 像是日本啊 或是一些已開發有人本設計的國家 他們通常的做法都是讓這些高齡者 到某個定點 然後搭車 去到他們想去的地方 可是呢 這又要套用回來就是 今天大家願不願意使用 這個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因為台灣呢 以車為本的這個發展方式啊 讓大家都有車子 今天我可能騎車到某個地方 只要花五分鐘的時間 而且那個地方呢 路邊就可以停車了 為什麼 我要花五分鐘十分鐘去等一般 可能等不到的公車 或是說它的準點率很低 甚至有時候會直接取消的公車 這個呢 就是我們政府要去思考的事情 我們如何讓大家有一個便捷的大眾運輸 就算沒有便捷的大眾運輸呢 要怎麼讓這些高齡者 選擇他們適合的一個代步移動方式 而不是在車道上面駕駛著 時速不到20公里的一個電動輔具 來做一個行駛 跟道路上的車子有一個很大的速度差 從而造成一個很大的危險 這些呢都是要去思考 而且需要時間的 就算從今天這支影片上架的時間開始啊 政府單位真的痛定是痛 開始他們的高齡駕駛者跟整個人本交通 或是整個系統性交通暴力的解決方案 開始擬定啊 到後面的實現等等的 這個改變呢 我覺得也要個20年到30年 才有辦法做出一個完善的配套 現階段我們能做的呢 就是把這個觀念給慢慢普及化 把這個觀念給慢慢往下種植 讓大家心裡面知道 其實台灣目前的這個交通現況是不正常的 雖然目前在拍影片的我 也是開著車在跟你們講這件事情 可是呢 我不會希望等我老了之後啊 行動能力變得遲緩 或是說我的整個判斷能力沒這麼高的時候 我還必須開著車出門 我希望到那個時候呢 我應該要有一個比較完善的大眾運輸 或是比較好的徒步空間 讓我可以選擇一個 比較適合我年齡的代步方式 這個呢 其實從現在開始啊 就要開始分享這個觀念 種植這個觀念 然後呢 慢慢慢慢的把這個觀念給實踐 這不是一蹴可疑的事情 如果說 短視近歷的一些從政者啊 他們看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一定是避而遠之 不會想去觸碰這個議題 因為這個議題啊 絕對無法在他們8年任內 或是4年任內 就會開花結果 這個需要一個很長遠的時間來種 而且呢 現階段啊 基本上是誰做 誰就跟選票過不去 除非這個觀念慢慢普及到 大家願意接受 並且把這個議題給倡議出來 否則的話呢 現階段台灣的輿論 跟這個民意啊 如果說你要高齡者去做這些事情 他們一定會用選票來教訓你的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觀點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分享的點呢 也可以在底下跟我分享 來留言 OK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拜拜 給你